9月26日上午,武汉光谷空轨旅游线正式对外开放迎客 这也是目前中国首条开通运营的空轨线路 因为这也是武汉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建筑,也算是一个地标 这也是一个新的交通形式,想来感受一下 空轨及悬挂式单轨列车是一种新型中低运量、生态环保、绿色低碳的城市轨道交通制式 与传统交通方式不同,空轨列车车体悬挂于轨道梁下方临空飞行 具有不占用地面路权、环境适应性强、景观效果好等优点 兼具通勤和观光功能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又采用了红外3D扫描建模技术 来指导我们整个的精确定位 使我们整个六座车站的效果完美实现我们的设计的理念 开通运营当天,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尝鲜体验 车厢内两侧采用的大开度玻璃窗以及地板部分区域设置的透明式观景窗 让人有种人在空中游,紧在窗外动的科幻感 现在很心情愉悦呀,我的小孩、孙女好高兴哦 我主要是带着他玩嘛,我自己也想看一下这个,蛮好的 乘客乘坐本条旅游线路,沿途会途经九峰山站 可以看到这个九峰山森林动物园 然后途经高新大道站,可以看到这个豹子漆公园 以及这个生态大走廊 然后最后到达我们的龙泉山站的话,会有龙泉山风景区 武汉光谷空轨旅游线位于光谷中心城区域 当日开通运营的一期工程线路全长10.5公里 设站6座 空轨列车采用全自动无人驾驶模式运营 最高运行时速60公里 初期采用两节编组,最多能容纳220余人 同时可在两至三节车厢之间灵活编组 适应不同客流运输需求 目前的话,咱们这辆线路的开设 预示着咱们光谷地区新增的一张旅游交通的城市名片